蔡英文她晚上也是举办了一场叫做新世代的网剧 跟网友来谈政治的理念 期间蔡英文是一路从女性的政权 然后谈到对父亲的思念情等等 而网友还相当的捧场 亲爱的蔡英文 我希望你能打败马英九 听说儿子要写给民主党复习蔡英文的信 网友妈妈要小英打败马英九 别客气 将近400位网友齐聚一堂 要跟蔡教授谈政治谈理念 那政治女性化一点有什么关系呢 看起来蛮好看的 这个国家让女人领导有什么不好 我觉得反而更好 假如2012蔡英文主打女性牌以及年轻牌 这回蔡教授对上新世代网友 马来西亚的乔生允诺小英当选就要当台湾人 当选台湾的总统的话 我第一个很想申请进来入籍就做台湾人 光荣好捧场 蔡教授画夹子一开 一路谈空派的女性政权 谈到对已是父亲的思念之情 对我爸来讲说民主党大主席 这件事实在叛逆性太高了 没有说要问他 我不会问他 他都不爱回答事情 我妈就很生气的到他那边前面说 已经问很久了 你到底他会不要回答 结果一挂杯就出来了 坦诚这几天都很惊 才刚结束第一场民进党总统初选证监会 蔡英文马步停蹄 和青年办广剧 即使不谈口水战 又行动对上同样主打青年的对手 马英九回药位依旧浓厚 中心流浪很高贵荣 我们这里发表